日本小公主被欺負,可能出國讀書 愛子公主是皇太子德人的讀生女 半年前在學校,被男同學用書包扔她 八歲的她很害怕,不願上學,經常缺課或請病假 就算上學,也要媽媽雅子陪住,一放學就回皇宮 不肯留在學校和同學玩 星期一新學期開課,學校開學禮 愛子都躲在課室不肯參加 皇室人士說,愛子缺課嚴重 為了追上學習進度,會找人幫她補習 有消息說,皇室考慮信她出國讀書 但因為年紀太小,可能要媽媽雅子隨行 但費用會非常昂貴,所以還未決定